我過去做過這些事情 這是值得拿來說嘴的 我做過有這些事情 那又怎樣 我坦白講又怎樣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我轉行過 我在紡織業做了七年 然後轉做教育行業 如果我跟各位講 我以前在紡織業多厲害多厲害多厲害 我怎樣好怎樣好 可是假設我們公司就是電子業好了 我以前在紡織業的多強多好多厲害 在電子業又怎樣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我們的大腦要分兩個角度 我講的是角度 一個是看外面的角度 一個是看裡面的角度 所以我這個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是要給別人看的 所以別人眼中的標準是什麼 他覺得什麼是好的 寫下來 不要小看寫下來這件事 因為我們要想辦法讓情緒 這個干擾盡可能的降低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文字 不是說 不是聽 而是寫 動手寫很重要 不是打字 打字我們會喪失一個 動絕記憶的能力 是用寫的 它就會把它刻畫在你的大腦裡面 會改變你的大腦思考回路 我今天不講太多科學理論上的那個部分 簡單講 當你把這個東西寫下來 其實就是給你自己按一個讚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我沒有什麼值得好寫的啊 因為你說要很好 別人比我好啊 那我雖然沒有很差 但是他那麼強對不對 我還是不如他 所以我要不要寫呢 提醒大家 工作中 老闆也不可能去請那個什麼都會的超人 因為超人不會來本公司上班 超人就創業去了啦 講白一點的 超人他就自己創業 所以他不會乖乖聽老闆的話 他就創業了 所以你去看那些英雄人物 哪一個不是一個人啊 因為你是全才你是全能的 你永遠就是一個人 你不會乖乖聽別人講話的 因為你可以靠自己打遍天下啊 你不需要合作啊 那我們在工作中 我們是不是會有一個團體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都不是超人 因此老闆就需要有各種不同專業的人 那雖然我心中會知道說他比我強 這一點他比我強 那一點他比我厲害 可是呢 老闆沒有把我file對不對 就代表我有可取之處啊 那你就把你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的生活上也可以喔 只要別人覺得你不錯的地方 你都可以寫下來 好 給各位一個小例子 曾經有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學生 然後他就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他就說我真的沒有什麼值得拿來驕傲 可以拿來說嘴一下 我真的完全沒有 因為我就只會唸書啊 因為他還是學生嘛 我就只會唸書啊 那我說那除了唸書以外的時間 你在做什麼 社團啊 對啊 那你在社團做什麼 就也沒在幹嘛啊 那我說那你社團沒在幹嘛 那你去社團幹嘛 就跟大家聊天啊 然後就是練習一下這樣子 好 我說當一切太平盛世沒問題的時候 你的能力是不會被發揮的 一定有你們社團出事的時候 非得靠你去幫忙 不一定要全部靠你一個人獨立完成喔 但非得靠你參與在其中 而可以把事情搞定的時候吧 他說有啦 就是他們兩個人在吵架的時候 只要我去 他們就會不吵架了 來 各位 請問這個學生他要寫 他有什麼樣的專長能力 對 溝通協調能力 這很重要對吧 你考試考100分 跟溝通協調能力滿分的人 請問老闆們 你們要用哪一種人 對啊 那幹嘛考試考100分 沒有啦 我不是說考試100分不重要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別人看我們的標準是什麼 你就覺得別人覺得你還不錯的喔 你就值得先寫下來再說喔 那當然有一種叫做絕對性的 什麼叫絕對性的 就是大家普遍大多數的人都覺得還不錯的 你就可以寫喔 請你寫出你的唯一 所以我這一項寫的都是我的唯一的部分 我是第一個台灣人拿到大陸的 中國教育學會一等獎的台灣人 到目前也是只有唯一一個台灣人 拿到這樣的獎項 然後我是連續應該算到今年是三年 是在大陸地區新制圖的書籍 銷售量最好的作者 你一定有你的唯一吧 各位你的唯一是什麼 就是只有你在裡面 然後是可以做得很好 你一定有你的唯一 可能是表面的喔 也有可能是隱含的 完全看不出來的 我舉一個以前的一個例子 我那時候就是擔任行政部的那個 副理的時候 在某一家公司 然後說真的 業務部不關我的事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都不關我的事 可是那時候我就發現我的主管 他有時候會偷偷來問我 他會說 欸莫妮卡 李先生再犧牲一點喔 名字借我用一下 他說 莫妮卡 你覺得那個李先生怎麼樣 我想 蛤 他跟我又不同部門 對啦 會接觸嘛 可是他跟我不同部門 我到底要講他好還是不好 同學們 求救一下 有人這樣問你喔 你覺得李先生怎麼樣 沒頭沒尾的喔 你要講他好還是不好 要講好的請舉手 要講不好的請舉手 因為你不知道老闆的目的啊 你不知道主管要幹嘛 他就只是這樣問你啊 然後我就問他 我說那 你為什麼要問我這個 他說沒有你先告訴我 你覺得他怎麼樣 反正眉頭卑微的情況下 只能講好嗎 可是我很擔心 只講他好 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就是會不會我講舉例啦 會不會我只講李先生的好 後來被發現 老闆覺得李先生有哪裡不好 然後會不會覺得說 莫妮卡真沒眼光 沒有看人的眼光 我那時候想說 我真的不知道老闆要幹嘛 然後我就好壞都說 好壞都講啊 那都講完了 就好幾次這樣類似的經驗喔 我大概第四次吧 我就發現 當我們老闆 就主管啦 我都叫他老闆 當我們主管想要重用某個人之前 他都會來問我的意見 然後那時候我就發現 我長友生殺大權 原來我是那個幽靈的人事部長喔 開玩笑啦 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你一定有一個你是唯一的 獨一無二的 可是可能不能寫在檯面上的啦 那你自己一定有一個 你是那種唯一獨一無二 非你不可的那種角色的存在 你一定有 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寫給你自己看 那我每年一定會寫這一張 而且我會寫兩個版本 一個是給別人看的 就是可以說嘴的 公開說嘴 一個就是自己看 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我長友人事的生殺大權 這個說真的就不太能公開 不過離開那家公司十幾年了啦 我現在可以講